字幕提供 曲 李宗盛 我會來滿收其實是因為身邊這位女性 因為我很想要做志工 但是我不知道要找誰 或是在網路上搜尋的 太多都是一定要有 有非常久的志工的經驗才有辦法 但是我覺得版收這邊是一個蠻好的 是讓大家可以去接觸這樣類似的活動 所以那時候又寧就帶我進來版收 然後我就是一路上 你不要哭喔 她超愛哭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自己啦 在版收做志工幾年 今年第三年 第三年 那你是什麼原因讓你持續在這邊 她是空服員欸 她空服員但她是幾乎每個週六 現在是真的都沒有班 別這樣說 可是之前很忙的時候 她還是想盡辦法飛到類似橋班 然後每個月都是 每個週六都會巧休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了不起 可能上輩子是狗或者是被狗救了 這個輩子是來報恩的 也是被這些人感動啦 因為他們就是 他們就一直來啊 我有什麼辦法這種感覺 所以就要移動到宜蘭了是不是 對 我們其實有把版收的經驗 帶到宜蘭 在那邊也成立了一個志工隊 然後會希望在地的朋友可以 就是像台北一樣可以會有一個 每一個禮拜都有人可以去進去 關心這些狗幫他們庫廣 所以也希望就是 其他朋友可以就是 就進到你家附近的收容所可以進 所以他們其實都很需要志工 美國也很需要庫廣 全台灣應該有非常多這樣的機構 對 然後大家其實就是盡一份自己的心力 不用勉強自己 可是有這份心力的話 我們都會很感激 嗯 我會想像台北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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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也要做 我會想像台北一樣的 可能對牽繩有恐懼 或者是天性就比較緊張的狗狗 那我們一直以來都有固定的志工去陪這群狗狗 對 帶他們出來的時候我們發現 就是如果有草地 或者是比如說像他們兩個這樣子 我們可以放繩讓他們自己走一走 沒有繩子的那個牽絆這樣走的時候 有助於他們累積他們就是 出來好的好的正連結 對對對 怎麼會講 他們下次牽出來就會容易很多 嗯 因為真的我之前牽過幾隻緊張的狗狗 他們真的 很有量 對 我剛剛看到他們認出我耶 真的假的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人可以碰到亮亮 然後不敢幫他上他的項圈 上項圈 他那天花了不知道兩個小時吧 兩個小時上的項圈 對啊 那種的項圈 那我看到亮亮現在那個佛座上面紅色的項圈 對對對 項圈 我們今天花了一整天大概一個多小時 終於把他套上去了 因為亮亮是緊張圈 我做一些便宜貨 相救的用吧 好 YES YES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們的緊張跟不舒服 嗯 對 強出來走 對他們自己的心理狀態是真的一個幫助的 對 因為他們其實除了比如說禮拜六之外 幾乎都是關在籠內的 對 那其實你也知道 而且也不一定每一個 每一個周六他們都可以出來 對 現在大概 因為肌公人比較多 所以其實大概 隔週可以出來一次 可是一次就是40分鐘嘛 嗯嗯嗯 所以其實對他們 出來對他們來說是可以減低他們的壓力 也會讓他們在籠內比較穩定 所以比如說 像完畢的狗狗 你看到他們回到籠子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放鬆的 是安靜是比較的 嗯嗯嗯嗯 其實我覺得真的在 在這邊的 大部分的 有兩樣狗的穩定度都非常的高 嗯嗯嗯 我覺得很多很多都是 完完全全 你今天帶回家照顧的時候 不用太擔心的 對 現在呢在我身邊呢 也是一個資深職工 小胖 哈囉 他應該是板收的公關吧 他很熱心喔 我第一次來看到你的時候 就是完完全全的 take care store的事情 包括行錢的解說 嗯 帶著狗狗出來 然後 幫忙拍照 嗯嗯 各種的事情的交接跟接洽 都是小胖 嗯嗯 想像在板收大概多久了 我這樣六年多 來到這邊以後 就是大家其實有自己的轉 像我喜歡跟 人聊天 嗯嗯 那我就可以引導這邊的志工 以後養狗會遇到的問題 對 就是現場 牠沒有接觸過狗狗 可是也很想要對狗狗幫忙做一些事 我就可以引導牠 就怎麼去摸狗 怎麼去跟狗狗做互動 當然生活上 或者是家庭工作 很多就是會有些壓力 可是默默的就是禮拜六來 你就是可以暫時忘掉那一切 你就只要專心的服務這些狗狗 然後其實你在那些狗狗身上 你就會看到 牠們其實要的不多 牠們就是一個小小的扶摸 跟牠們說你好棒 陪著牠們跑一跑 你就會覺得牠要的其實很簡單 那我們就會回去想想 其實我在工作生活上 其實你把它想著要的東西 我們其實也很簡單 對 那我就覺得 每次來都會有一種那種充電的感覺 你真的每次都電力失足 收容所現在最缺的資源 你覺得是什麼 我覺得是曝光 就是狗狗的曝光 因為就是很多人其實牠來以後 牠不是很清楚 我們為什麼要去做打卡這個動作 其實新來的朋友 我們真正是希望是 從你們開始 你們打卡 讓你們的朋友知道你來過收容所 牠們未來如果有飼養狗狗的機會 或是有能力的時候 牠們第一個選擇不是去買 那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先讓自己不要怕收容所 你的朋友知道你不怕 牠也會來 那這樣子我覺得第一關就過了 那再來就是創造的機會 來了以後 當然領養的機會才會變多 我覺得最近一個好了 講最近一個就是 牠們兩個情侶都是怕狗 我說那你可以摸狗 牠就這樣子 因為牠很害怕 牠整個手是僵硬的 牠就這樣子 然後這樣 然後狗就這樣子看牠 對 然後 然後我就說 你不用怕 我說那你現在手放鬆 好像放著 滴狗還緊張 對 我就說那你現在開始順著牠的毛 假裝你在梳你的頭髮 到最後 因為我們活動是兩輪 我跟你講 牠第一輪牠牽的時候 狗還是這樣子 牠第二隻狗的時候 一開始還是會有一點這樣子 可是牠後面就想到 要放鬆 牠就這樣子摸 然後你就會從牠的臉上看到 牠突破了牠人生 然後最後你回去看到 牠們的分享文章 哇天啊我真的 你一定沒有想到說 你今天影響的這個人 牠會去影響牠 跟牠一樣 可能怕狗的朋友 我覺得是 然後牠也知道說 這邊的味道很重 我來我整個要曬太陽 我要提水 我要剪 你知道你今天也剪那個大便 可是我覺得 大家都不用想說 來這邊會是多麼的 沒有沒有 我們現在的流程都已經在改變 我們要讓大家知道說 就是這麼辛苦 成如你之後 未來要養狗一樣 沒錯 你要遇到的事情很多 你不是說 好像就是養狗很可愛 每天摸牠 其實也不是你這樣子簽一天就沒事的 對耶 就是要簽一輩子 就是要簽一輩子 然後很多自公也是現場來看到夕陽什麼的 我們也都會跟牠想說 不是你去罵牠們沒有用 就是不適合的四主張 Lady Go 領養代替購買 領養不夕陽 好 對 謝謝 謝謝小胖 謝謝 謝謝 這麼漂亮的狗狗 在學中 手轉過來 好 學生 很美耶 好不好大 想不想要回家 現在呢我身邊的這一位呢是板橋志工隊的隊長玉萍 那我在這裡應該有 應該有八年吧 在八年 會來這邊發起這個活動 因為我其實有經驗 我在另外一間也是累積快要十年 這收容所的經驗 當初來的時候 這裡其實是都沒有固定的志工 所以就覺得這裡場地很大 勾也差不多兩百多隻 所以就決定來這裡開始準備這個活動 然後跟收容所談好 我們就開始 因為其實大家可能比較不了解狀況是 收容所是收容所 但是志工隊的話 算是自己主動發起來 然後號召一些志工道合朋友 一起組織起來 所以收容所提供我們場地 跟一些物資跟保險名單 然後我們有年數上的限制 跟你知道年滿二十 可以簽中心犬就可以來 其實像我自己我也是個上班族 我其實沒有很多狗狗訓權 或者是一些證照 我當然我自己也會有興趣去 學習一些行為的觀察 因為以免我受傷 所以我覺得一般人其實有很多 他們喜歡狗狗 可是沒有這樣的知識跟證照 沒關係 我們先從一般的活潑狗開始簽 然後我們當然在過程中 會有很多殉屬師跟專業的加入 那些我們就會請他們幫我們 看一些比較強勢的狗 跟讓太害羞或太凶會咬人 因為在收容所 其實本周已經算是很幸福了 那環境跟交通跟熱氧率 其實都在很多新志工幫忙一下 曝光然後被人養 他們有時候在籠內 一籠這樣兩三隻狗 我們還是會每周會發現一些小傷口 他們在籠內住久 其實像有些腳底 它會或磨損 然後支架很長 那些都是在收容所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 那現在也解決不了 這種一些狗 它是長年下來 它已經住了有五年 它的皮膚從來沒有好過 對 只要季節變化 它就會使好使換 那些只能希望 它離開這個環境 對 其實他們都很乖 就是只能希望 可以有人遇到 喜歡它的人 有那個緣分 就是當你想要認兩狗 或是當你真的是想要 把愛放在動物身上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需要 針對它的年紀 它的外型 或是它的身上有沒有彈缺 對 其實都是一樣的 對啊 你可以舉例現在這邊這一隻 它叫做小青星 跟它溜過之後 然後互動過 你會覺得 它的個性跟你是不是合得來 對 然後你喜歡它這樣子很穩定 然後乖巧 你準備好就可以把它帶回家 對 像我養我們家前一隻米克斯的時候 它有八年的歲月 一個是在生活所裡面度過 嗯 因為我從它趴屁我就認識它 它從它長大 然後它被認養 然後又退回來 然後又 又第二次被認養 然後被搞丟 然後又退回來 又被撿到 然後它又對我非常熱情 所以我帶來回家 想要來認養的人呢 要自己要心理準備 跟家裡溝通好 對不對 因為真的我們覺得很開心 狗狗可以被送出去 但是讓我們擔心跟傷心的是 它又被退回來 對 我覺得這對狗狗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對啊 然後心理的建設也很重要 因為我之前也是有養狗的 但是我上隻狗狗走了以後 我就決定我的狀況是不適合養狗的 因為我工作太忙 然後狗是很需要陪伴的 對啊 所以我就改成 我就來這邊當志工 我就把我的愛 分散給每一隻狗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方式 可以分享給大家 對啊 幾次可以幫助很多 更多 10至20次 不要讓他們曝光 然後讓有能力的人去照顧他們 我覺得就很棒了 對啊 好 今天謝謝韻萍 非常感謝大家看完這一集 其實很簡單就是要告訴大家 靈養代替購買 靈養補器 然後愛它就要 好好的跟它做一杯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可 sole 再еше degli回合 跟他們��所以 三回合 郑